本次要改造的房子性价比其高 市中心52屏公寓只卖以18万 一经上架就被人秒拍拿下 手速最快的是搞笑艺人珊琪 她不仅娶了漂亮老婆 还生了两个可爱女儿 妥妥的人生赢家 老师哪能都被她占了 房子要让珊琪知道便宜没好过 44年的房龄不是盖的 买来就是十手家具 老房通病她全包 珊琪都不敢让老婆孩子进来住 但她只是个38线男艺人 初到20年归来仍是素人 今年39岁才买上第一套二手房 买完兜里就剩16万 上节目摆明就是来白嫖的 倒霉节目组也没钱 接着白嫖史诗集打工二人 磨砂豆和泥神 这俩都快成常驻嘉宾了 与师徒二人合作的专家室 仅次于破烂王柴田的池田家人 三人上门后决定看在珊琪太太的面子上 肯定给她整个大火 珊琪家位于公寓一楼 三室一厅一共52平 一家四口还是第一次住这么大的房子 就想问问墙壁发霉是正常的吗 朝南的卧室直接剩一面土墙 漂亮太太看了直皱霉 厨房虽然又大又宽敞 设备却跟不上 想带孩子做饭都不行 浴室甚至还装着早被淘汰的燃气浴缸 这个深度能随时淹没小孩 排水也很狂野 直接大漏特漏 导致墙面和瓷砖都想开了 一看就是大工程 天天改造预算只有16万 不死也得八层皮 改造三人组还在犹豫 对上漂亮太太恳求的眼神 池田立马让他有要求尽管提 太太的愿望是木制现代风咖啡厅 这个要求简单 先给你拆光了完事 人手不够煽起来凑 一伙人先把大门卸了 再拆老舅的天花板 头顶立马露出硬邦邦的混凝土 中间的门框也难逃一劫 就得大力出奇迹 房子瞬间变宽敞 接着是老舅的厨房设备 随机拆出一面土墙 想当年装修的是真随便 三人一口气将收纳壁厨全部拆掉 背后总算不是土墙 而是更炸裂的发霉混凝土 水泥房是一点隔热不做 轮到脚底的塔塔米连同地板一起轻拆 里头干得热火朝天 有了外头漂亮太太的加油 房子很快就拆完了 专家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 墙上的霉菌通通用刮刀解决 整整三个小时 几个人汗流加倍 这只是开胃菜 墙上还必须贴隔热 师徒二人麻溜地给墙壁装上木框 再贴上最便宜的泡沫隔热 角落再来一罐泡沫喷雾 仅此一罐得省着点用 还得喷三间房 地面房巢直接掏出一袋天然矿石 一袋采五石 全给它铺满 攒有的是破烂 上面再架空一层爆花板 这下脚底进水也不怕 地板就用便宜的胶盒板 涂上粘合剂直接粘 上面再用隐形钉子固定 铺完光脚就能采 接着上大货 一块一看就很贵的木板 有且只有一张 还得采出原形 这事就包在木工林神身上 紧接着再聚出一块L型木板 与长方形的台面结合 就是太太想要的导室厨房 足足有两间房那么大 你就闯她吧 再配上最后一款断马水桃 东拼西凑的中导厨房就完成了 轮到最重要的卫浴改造 先把燃气浴缸打包抬走 小浴室就剩马赛克瓷砖和水泥墙 气心浴缸那肯定得找专业人士 前辈姜腾闻着味就来了 大家同为艺人 煽起你这些年有没有好好工作 自己反省一下好吧 姜腾顺带拉来一车边缴料瓷砖 只要原价的7% 相当于不要钱 厂里甚至还有零元购 免费瓷砖到位 水泥老师傅也到位 山崎家指出的企值到费 咱得自己动手铺水泥 人多半天就速战速决 水泥地中央留了一块木框 瓷砖只够铺中间这一块 厚度刚好跟水泥地齐平 浴室也根据浴缸大小 铺出一块瓷砖地 新浴缸比原先更大更强 秉着能自己动手绝不花钱的原则 管道也自己扑 排水口连接小洞 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下老婆孩子都能爬进去 多余的瓷砖拿来装饰厨房 白色瓷砖配上岩木色倒台 正是太太要的木质现代风 没想到专家还摇来的庭院专家 金景和大弟子影司 这波属于梦幻联洞 山崎家门口还有快40平的庭院 金景成功接手庭院改造 指挥几人把地先刨干净 连路过的三位六湾大爷都被抓进来帮忙 金景先在中间挖出排水通道 再拉来一车碎石填满 土山上也不放过 再随机埋入花盆 随机插几根水管 最后再埋一层土 撒上水就成了假山 地面再铺草皮 边缘用石头围成花谱 种上回收的花木 甚至还当场做了一块滑梯 再把便宜好养的花种在水管里 只花一天时间就完工了 两位专家强强联手 接下来就看池田的了 山崎家经过多人接力改造 踩一脚凹陷的走廊铺上全新沙漠 进门右手边变成多功能式 平坦到婴儿车能直接推进来 改造后西侧装上大型铁衣架 便宜耐用容量大 墙面贴满隔音帘 配水泥墙刚刚好 窗户就用遮光卷帘 白色还能当投影幕不使用 另一面是墨绿色的墙 能直接给孩子当黑板用 哪个孩子能拒绝画墙壁 改造前的浴室没门 改造后吃巨资装了新门 最头是能泡两人的大浴缸 外头是间更衣洗衣的盥洗室 配上最便宜的玻璃瓷砖和洗手台 马桶也换成了能洗屁底的最新款 关上门隔绝臭味 南侧是超宽敞的客餐厅 放现在都能让人眼前瓦量 够不到的吊柜变成置物间 墙上的瓷砖全是山崎自己贴的 他打算跟孩子炫耀一辈子 中岛厨房漂亮规整 木制倒台能坐下一家四口 头顶铺满隔热吸引的石棉板 全涂成米白色 实现太太想要的咖啡厅风格 电视柜周围全是收纳 东西没有一样超过9块9 孩子的卧室以粉色为主 地板是内摔的泡沫垫 配上双层床 楼梯就用阶梯收纳 架上一块长木板就变成书桌 孩子长大还能调节高度 木箱配上钢管就是一架 等小女儿长大还能变成书桌 你怎么比清爹还周到 天花板全贴粉色隔音棉 咱是一楼就可尽造吧 一家四口都能在这打地铺 入口是柔和的拱形 很有咖啡厅的味道 朝南还有一条长达7米的阳台 这里不仅是晒衣服圣底 铺上瓷砖后还有小花园的味道 四十平的大庭院看着就安逸 假山滑梯配上草皮 夏天孩子可以玩水 根本不用担心排水 看到最后最牛的还是预算 说好的十六万一分不超 珊奇一家四口回家收房 为房子他疯狂赚钱 终于撑到这天了 一进门太太就震惊了 每个设计都很喜欢 聪明孩子已经开化了 浴缸才是最重要的 太太带两个孩子一起泡 不能拨的画面只有珊奇能享受到 走出来是超大厨房 太太笑成一朵花 这么大开店都行 厕所还是粉色门 很有咖啡厅的味道 一家四口都很喜欢这个卧室 用到孩子成年都不成问题 没想到庭院才是王炸 都给太太看懵了 这么点预算能换来这么棒的房子 一家四口这就开始玩水 一点不把大伙当外人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